日澳商定合作撤侨后 日韩也要合作撤侨 岸田收到了什么风声呢 台独正在买出致命一步 大家好 9月5日 日本外相上川扬子 防卫大臣穆元念 和澳大利亚防长外长 举行了第11次日澳2加2会谈 会后双方发表了联合声明 其中有一条 两国同意在第三国发生危机期间 合作撤离当地的本国公民 说白了就是联合撤侨 同一天 日本放送协会报道 日韩两国政府正在商讨 签署一项谅解备忘录 确保在第三国发生紧急情况时 双方能够相互合作 疏散逗留在当地的本国公民 还是联合撤侨 日本先和澳大利亚商订合作撤侨 接着马上又和韩国商量合作撤侨 岸田政府为什么要这么着急 难道他们听到了什么风声吗 或者说判断出了哪里的形式不对劲吗 值得一提的是 关于日韩合作撤侨的报道中 并没有透露太多的情况 但是关于日澳合作撤侨的声明里 却多次提到了印太地区 还不断强调反对武力改变印太现状 呼吁和平解决台海问题等等 所以大概率上 日本这么做是在防范台海出现危机 而且作为离台湾地区比较近的国家 要说有哪个国家 对中美在台海问题上的对峙感触最深的话 我觉得就是日本 那么台湾地区最近发生了什么事 让日本这么紧张呢 其实很简单 赖清德上台短短百来天时间 最近他谋独的布置却越来越大了 甚至还有要直接触碰大陆最后底线的意思 首先赖清德心腹 民进党秘书长林又昌大言不惭地说 两岸没有台海问题 只有中国问题 还说从陈水扁时代起 大陆就一直在手段上加码 企图干扰渗透台湾社会 然后民进党团干事长吴思瑶 又对联大2758号决议中 中国对台湾地区的主权提出了异议 还搬出了澳大利亚国会通过决议的例子 说要有计划的重新解读联大2758号决议 这两个人都是绿党的精英骨干 很明显是赖清德在背后指使他们说这些话的 而话里的意思也很清楚 要进一步谋独 可以说民进党当局正在迈出相当致命的一步 大陆绝不会容忍这样的情况持续下去 台海局势空前紧张激烈 不排除日本是在提前想退路 说到底 台海形势已经不可逆转 对于这一点日本心知肚明 他们知道就算自己再怎么介入 也只能拖延时间 根本改变不了大局 所以所谓的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不过是骗骗台湾当局罢了 真到了那个时候 恐怕他们跑得比谁都快 只有台当局还愚蠢的相信 他们一定会来帮忙 应了那句话叫做自作孽不可活 谢谢大家 再见